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教育部长吴茂坤昨天请辞获准,网络随即传出吴茂坤上午发布辞教育部长职,下午就任总统府有给职资政,抨击蔡政府厚言无耻,这项讯息随即被网友改编成图片在脸书及LINE群组疯传。 对此,总统府表示,根本没有聘任吴茂坤任总统府辞政,这是恶意谣言。 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今天下午表示,类似讯息是来自中国假讯息群组的网络谣言,很好奇部分媒体随之散布的理由。 吴茂坤部长以道德标准自我要求请辞获准,他更非在意头衔之人,外界对他人格污蔑与羞辱应适可而止。 黄仲彦说,政务官并没有以卸任就出任国策顾问或资政的惯例,目前也未有规划。 至于假讯息称吴茂坤部长将担任有给职资政,更是滑稽,因为资政顾问早就改成吴给职了,这种基本常识的谬误,显然为恶意谣言,不应烂传。 对于类似假讯息,媒体也应善尽查证之责,故意操作这类讯息,不仅模糊焦点,对当事人更极为不公,事实上,依据2010年9月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第15条,总统府资政与总统府国策顾问早已改为无给职,所以现在不管是资政或国策顾问,都是无给职的荣贤。